在发起菩提心 但是什么呢 因为碰到困难 或者说众生顽劣了之后 它退失了菩提心 有没有这样子 我们说什么 我们说 应该说 我们常常讲说 回想向大 这是什么呢 这是回大向小的 有没有这种 也有这种例子 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抉择说有空性的智慧 也觉得说我要为了众生 我要去发起菩提心 可是真正要想要去为众生去力行的时候 众生是不是很多顽固 很顽劣的 所以它因为这个因缘的时候 它舍弃到菩提心 大家不要觉得说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常常举这个故事 大家有机会以后 如果来教室的话 我们有陈那菩萨的唐卡 放出来的时候 很容易认识是出 陈那菩萨的唐卡是什么 陈那菩萨的唐卡在这边 它祖尊是陈那菩萨 上方是一个文殊菩萨 下方是会有什么呢 下方会有一个猫头鹰跟 猫头鹰跟老鼠 还有有一个土火的外道 还有一个裸行者跑走的那样子 为什么我们讲一下的故事跟公案来讲 它说在陈那菩萨 在要写他的英明吉论的时候 他每一天都说什么 就写的说 敬你 陈亮 立众生 这一季的时候 每天在石头上 他用自己磕出来之后 他就去脱波 他脱完波的第一天来讲的话 看到怎么就被磨灭掉了 他想说奇怪 我记得我今天早上明明是 已经磕在石板上面了 怎么被磨掉了之后呢 他要说第二天又磕上去 敬你 陈亮 立众生 去脱波之后回来 又被擦掉了 第三天想说那种见怪了 我还再磕一次 他之后就偷偷地不去脱波 他在旁边看是谁 他有一个烹火 可以有修到说修火的这种 灼火的这种外道的时候 就开始来磨灭他的祭送 陈那菩萨就跳出来说 你为什么一直要这样子 他说觉得说 你在礼敬你们的佛陀 是在胡说八道 根本没有这个事情 陈那菩萨就说 好 如果我们要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辩论吧 那我们看谁的时候 那陈那菩萨用英明去辩他的时候 这种的那种外道 就要想说 我辩不过你 那我们要用神通 用神通的时候他就一一化现 第一个化现是什么呢 他化现一个女生 想要去用摄影 用陈那菩萨 他陈那菩萨就化现什么 他化现一个不穿衣服的老人翁 他因为女生就看到这个老人翁 就觉得害羞就跑掉了 第一个就是这样子 第二他又什么呢 他又化现一个那种所谓的老鼠 要来下 陈那菩萨就化现猫头鹰 要去吃那个老鼠 所以就有这个 第三个就是什么呢 他就化现一个那种 烹火的那种的外道 他把陈那菩萨的衣服 全部都烧焦了 陈那菩萨就觉得说 这个人 理也 理也变不过我 我们用理也把它变得没有办法了 用神通他也没有办法赢的 可是就很顽劣 还要烹火的时候呢 他就说 他把那个柯 那个石板有柯的那种 敬礼 承亮 立众生 他说什么 当我把这个石板 抛到空中之后呢 当那石板一落地的时候 我就要舍弃菩提心了 所以我们想说什么 你看 连一个这么大有智慧的 一名极论的 这样子的造作者的陈那菩萨呢 都会因为跟这个外道辩论 也可能 舍掉菩提心 可是我一般说什么 陈那菩萨 把它 抛在空中的时候 在等的时候 怎么 没掉下来看的是什么 是被文书菩萨接住了 所以文书菩萨说 你就不要灰心了 他之后 因为为什么 顺便跟大家讲 以前我们在忍对式的公案 是什么 他说什么 他说 这块石头 就是公案是归公案的 因为我也没去过西藏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太假的 他说什么 这个石板 就是由文书菩萨放到什么之后 反而是什么 对式的那时候 每一年有个冬季辩论 在一个地方叫疆 所以我们每次的冬季辩论 就要讲说什么 叫疆 在疆的这个地方的冬季辩论 他说什么 以前在这个地方辩论的时候 很多人 很多的那些学金术的人 他辩论完的时候 他会整夜在大殿 就是在那个变经场大礼拜 因为他说 这里面的大礼 这个变经场里面 有一个石板 就是陈那菩萨科 一名吉论的那个石板 所以如果可以 刚好礼拜是在那个石板上面的话 很多人可以开智慧 所以以前在这个大冬天 虽然是冬季辩论 你会看到很多的那些的 学变经的 或者那种的来朝圣的人 他整夜就在变经场里面的 大礼拜的原因 就在这里面 这大概是一个简单的公案 我是说 主要这个公案是要说什么 是大家不要想说 退失菩提心 是好像不可能的事情 纵使是陈那菩萨 也都差一点退失了菩提心 可是在这个过程我们说 你看他是先证空性 再发起菩提心 但他如果退失菩提心 而入小圣道的时候 他不会因为退失菩提心 空证间就舍弃掉了 没有原因他要把 因为他退失菩提心 他空证间就舍弃掉了 所以有没有这个案例说 他证了空性 进入大圣道 再回小呢 有 就有这种例子 这个例子呢 他就可能说什么 他在小秤的时候 也还在修空性 和对空性 升起了直观双运 但是什么呢 以中观秩序派的论点 或者他的观点来讲呢 你如果直接走入是升文秤 或你直接走入独绝秤的话呢 不可能了解到空性呢 他的心智 他的能力 他种种条件 都没有因缘或没有办法 使他可以去通达到空性 那有没有升文圣可以了解呢 或者有没有独绝的修行者可以了解呢 有 可是那是特例的 那是特例 什么是特例呢 因为他是 新进入大圣道了 退失的菩提心 再进入小圣呢 按照他自己的能力来讲是没有办法 他是先进入大圣 再退转到小圣 他才有这个能力了 所以他才会说 你看我们在这边 他前面说什么呢 先前未入烈道嘛 先前未入 我很不喜欢用说烈道 好像说这个是 例如好像讲说 这样的一个修持道 跟大圣比起来好像比较下列的 看起来就好像下列 我们还是说什么 就是所谓的小秤的嘛 小秤的道路呢 还没有 之前还没有进入小秤的 直接如果进入大圣的自然道的时候呢 他是不是可以生起很多对 这边来讲说什么 他说很多对 尽所有性嘛 尽所有性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说什么 我们说这边来讲有两个词汇嘛 这边有一个叫 如所有性 跟尽所有性嘛 我跟大家讲说 我以前也会跟大家 我在猜大家跟我应该以前差不多 我常常会把 如所有性跟尽所有性混在一起 我就想说 哪一个是 如所有性代表什么 尽所有性代表什么 那 我自己跟大家自己讲的口诀 希望说大家可以帮助大家 我说什么呢 如所有性是什么 就是如实啊 如实的意思 如所有性是什么 如实啊 如实嘛 如实是什么 就是它是怎么样的真实的面目啊 去了解的时候 叫如实是什么呢 就是正空性了嘛 它的最究竟的面目啊 如实的面貌 而 尽所有性是什么呢 就是一切法嘛 一切法是不是就是什么 就是世俗这一面嘛 近嘛 一切嘛 一切的这些来讲的话 叫做什么 近一切嘛 这个来讲的话 就是通达世俗的啦 或者看到世俗的 叫什么 叫尽所有性 而什么 通达圣意的 了解空性的什么 叫做如所有性啊 所以这边来讲的 简单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就是之前还没有进入 小圣的道路而去修持 直接进入大圣 而在大圣的自量道的阶段的时候呢 它有可能什么 它可能生起很多对 尽所有性而生起来的修所成会了 像我刚刚讲什么 我们刚刚讲说什么 在大圣的自量道的时候呢 它就一定要生起说什么 不忘陀罗尼嘛 不忘陀罗尼生起的时候 也是生起了指观双运啊 或者它可以说什么呢 它还可以对初离心 生起了指观双运啊 是不是 诸如此类都是说什么呢 都是对尽所有性的 修所成会嘛 是不是 我们说 没有对尽所有性生起修所成会 它在这个时候呢 可以生起说 对尽所有性生起修所成会 为什么呢 因为它说什么 这个是我们后面讲 它说什么呢 我们说 因为在大圣的自量道 就是因为笔嘛 因为笔 这个笔是谁 是大圣自量道 因为大圣自量道 有圆满修习 无余三字形象种类的圆满佳行 我们 这个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以前在讲说 八世的时候呢 是我们讲说 三字 四家形 一果嘛 是不是这叫为八世 和所谓的 四家形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说 呃 这边来讲说 嗯 对不起喔 我们说 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说 这个四家形是 圆满一切相 现观 或者说我们讲 圆满一切相 佳行 他说什么 顶佳行 剑刺佳行 跟刹那佳行嘛 所以他在这边讲说什么呢 就是说 在大圣 之量道的时候呢 他就已经可以说什么 这也叫圆满一切相佳行 圆满一切相佳行呢 他就有能力去修持 修持三字嘛 就是什么 一切总治 道总治 跟什么 一切治 或者一切相治 这三字他都有可以 有这个去修持的缘故 他因为他在修持这个 这有三 这三个缘故呢 他要圆着什么 他要 也可以圆着说 我们刚刚讲的四第十六形象嘛 哦 有肉的韵体是苦啊 无常啊 等等的这样子的所谓的 修所成会都可以有 乃至还要说什么呢 他也可以生起所谓的 不静观而生起 修所成会 所以就是刚刚讲嘛 他可以圆着是什么 是三字啊 这个在 我们说在大圣自量道 他可以圆着 要修什么 要修一切总治也好 要修的是 道总治也好 要修的是什么 一切相治也好 或乃至他要修 四第十六形象也好 要说什么呢 苦空无常也好 要说什么呢 他要修不静观也好 他要修菩提心也好 他要修大悲心也好 都可以在这个时候 对他们生起 修所成会 这都没有问题 在资良道的阶段 都可以对这些一一一生起 但是什么 但他不会对 如所有性 生起修所成会了 所以这个要代表说什么 不是说 一般修所成会 何时生起 他就加行道 这不是的 在于 资良道也可以生起 修所成会 但是从大圣的 加行 大圣的资良道 要进入大圣的 加行道的 那关键是什么呢 是对 如所有性 生起修所成会了 对如所有性 生起修所成会了 好 所以他后面才讲说 是不是我们说 且有原念 有肉之韵 为苦 为无常的修所成会 是不是他 就是举很多的例子 你可以生起说 用大圣的资良道 去圆三智 或者圆 韵体是无常 或者圆着韵体是苦 或是用他去修什么呢 修不静观 而生起修所成会 都可以了 所以他就可以说什么呢 对 净所有性 这一切的世俗法 他都可以生起 修所成会 那 比菩萨心絮 并没有正空性的 修所成会 为主之志 他只有说什么 他没有生起 对如所有性 或者对空性 而正得的修所成会 为什么呢 因为当他的心绪 何时生起 对正得空性的修所成会 何时生起呢 他就什么 他就从大圣的资良道 转入 或者进入到什么 大圣加星道了 所以我们很简单的来讲 除了那个特例以外 一般从大圣之良道 要进入大圣加星道的关键 是什么呢 那个关键在于什么 是在于说 对空性 有没有生起修所成会了 所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 回顾或分析来讲的话 大家以前还记得我们说 五道实地来讲的话 第一个门槛啊 从我们这种说 完全没有进入大圣道 到进入大圣道的最大的差距在来里呢 是在方便的 第一个的关键是在于方便的 是说 他有没有生起菩提心 何时生起菩提心 他就进入说大圣道 也是成为菩萨了 可是从资良道 要进入加星道 主要是什么呢 是用智慧来判别 用智慧来判别 他要对说 何时对空性 生起止观双运的 或者说生起这种止观双运的 而从加星道进入 剑道是不是也是 也是依着智慧来分辨 说智慧何时从分别心 进入到现前四 或者限量呢 那就是从大圣的加星道 进入到了大圣的剑道呢 而大圣的剑道 何时进入大圣的修道呢 何时开始可以对质到 俱身的我职啊 这个智慧的能力 何时到